这是来自俄乌战场的最新的画面了 画面当中从很远的地方 就可以听得很清楚爆炸声响了 这是今天乌克兰最新惨遭轰炸的画面 主要是俄乌开战以来 俄罗斯今天非常罕见 他们选在大白天 对着乌克兰包括基辅在内 至少五个城市狂轰40多枚的飞弹 那泽伦斯基是表示了 俄罗斯使用各种型号的飞弹 在大白天就对乌克兰进行了疯狂轰炸 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23个人死亡了 另外在乌克兰方面也表示了 在这一波的密集轰炸当中 乌克兰最大的儿童医院被炸毁了 当地民众在轰炸过后 他们是排队组成所谓的人链 就是一个一个排好 然后希望能够用这种接力的方式 尝试要移走这些瓦砺碎片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生还者了 另外带来关注是中非南海争利了 就在刚刚大约是下午3点左右 中国大陆发布了5分钟 这个短短的记录影片 名字就叫做仁爱礁南沙之类 他们是控诉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军舰 马德雷三号 已经在当地坐摊了25年 说这25年来 已经严重破坏了仁爱礁的生态系统了 导致珊瑚是大量死亡 这短短5分钟的影片 是真实记录了仁爱礁受伤的25年了 好 几个罪行提供给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